疫情对于习来讲都是一个黑天鹅的一个事件 其实我们所有人是一起在为了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洪流 我们是要携手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抗争 其实从整体来讲会发现疫情带来的话 就是看企业有没有一个兼容的内核 同时它有没有一个就是敢于去求变 同时快速反应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那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中国的快销品 尤其女性用品来讲 它大概是有800到850亿这样子的一个市场份额 但其实可能有70%以上是在我们的线下市场 但是随着疫情来的话 我们会发现就是直播的流量是做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增加 这三年来其实我们一直不断调整我们整个的一个经营思路 那软风品牌其实从2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们从渠道的调整 我们稳步的去布局我们整个的线下的一个渠道 同时我们在线上去布局整个的头部的一个达人的一个矩阵 目前我们大概每个月能够有近5000家的一个这种达人 红人在推荐我们的产品 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从一个疫情带来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变革 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这个经营思路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转变 相对来讲其实我们从4P角度来看嘛 产品然后价格到渠道 其实它都是快销品的一个核心的能力 那我们其实在保证我们产品力足够过硬的同时 我们也在快速的在往我们的整个二三四线城市去布局我们整个渠道网络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两条腿同时并进的这样子的一个优势 那回到用户本身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想 软风这个研究社我们其实是有三重含义的 软代表的是对用户体验的一个尊重 极致的柔软 无论是对于情感上也好 也说对于产品端也好 那风其实代表的是对于女性自由 对于生活这样子的一个愿景的一个渴望 那研究社其实传递的就是一个专业的理念 跟我们自己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在每一款产品研发的一个初期 我们其实会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调研 包括说从学生然后到白领到宝妈 然后我们会针对于每一个卖点跟他们沟通 从用户的痛点上去解决问题 举一个产品的例子 我们今年有一款产品叫软软超高腰 它是行业内第一款就是高腰的一个安税库 或者说经期库 然后它的腰围提高了40毫米 当时这个点的洞察是我们来自一个很多消费的沟通 说他们在使用酷型的卫生巾的时候 晚上经常会在翻身的时候会有滑落 会有说这样子不贴身的一个情况 本身女性的经济的时候是比较脆弱的 所以说我们用这款产品 第一个它能够呵护到女性的一个肚脐 另外一块它更增加了40毫米的一个腰围 能够更贴身更贴合女性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场景 那从这个点看 其实我们每一款产品会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 然后去对应的来调整我们整个的技术跟研发 我们希望的是说因为你们需要 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而不是说我觉得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反向去安利推荐给你们 这样子我们希望的是能成为一家 值得女性尊重的这样子一个产品的一个科技公司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一个产品能够带动就是说整个的行业发展 因为本身有一个小的数据就是全球现在还有4000多万的女性 中国还有400多万的女性可能还没有用过卫生巾这个产品 那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用好的一个产品 更广的渠道去反馈给我们的消费者 同时我们一直在坚持我们自己的一些公益的一个活动 包括说在像疫情的时候我们捐助的各个学校 在像大梁山等等这些公益的活动 其实我们就希望说尽自己力所能及的能力 让更多的一个女性能够实现对自己个人健康 个人生活品质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愿景 企业精神其实从简单来讲其实就是契约跟责任 那其实往大来讲就四个方面其实就是国家引领 然后勇于担当然后敢于革新跟充满希望 那国家引领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个体或者企业 他都要相信国家的一个方向 然后去跟随国家的一个脚步 那勇于担当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企业也好 每一个个人也好他承担起对应的一个社会责任 包括说我们要打造好产品的责任 然后增加就业的一个责任 然后带动经济增长的这样子一个责任 然后敢于革新其实就是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环境 其实我们并不确定接下来往什么样走势去发展的时候 我们要敢于突破自己走出自己的一个舒适区 然后带动整个的行业带动整个产业的一个革新 那最后就是充满希望 我觉得说无论是创业也好 或者说是企业也好 其实我们最应该是充满希望 相信我们未来的整个的发展是会越来越好